2022年香港小姐貴君梁超儀 最近現身了2024TVB年終節目巡禮 你問到會不會希望拍電視劇 或者拍攝眾禮節目 她就表示 其實我兩方面都很有興趣 當然我自己都很享受拍劇 當然如果公司有這個機會 我都會想多些參與 而提到她是第三者 介入了阿莎的戀情 她就第一次回應 阿莎你和阿莎的小姐的第三者對象 這件事有沒有回應? 其實我覺得一些不是真的 還有一些與工作無關的事 我都覺得沒什麼好回應 Thank you 劇集唐心風暴系列 當年創下高達50點的收視 當中多位演員都因為感人氣再急聲 尤其是有份獻唱主題曲 港不出聲的關曲應 但近年她就曾傳出病重的消息 多次被影島進出醫院 令人擔憂 甚少露面的她 今年3月的時候 曾經跪氣現身陳淑芬的生入會 而在5月30日 梅小青在IG分享聚會合照 再次與唐心風部團隊見面 冠谷應也有出席 見她面色紅潤 笑得燦爛 似乎身體都不錯 2年43歲的名模洛基爾 去年3月再度離婚 不過她離婚之後 除了愈來愈美 還有發展回演藝事業之外 今年原來已經轉了跑道 做正修導師 尋找心靈的平靜了 近日身處巴厘島的洛基爾 就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條片 簡易面洛基爾 和兩個美女運動拍檔 一起宣傳5日4夜的正修型 洛基爾和黎明曾經在08年結婚 12年離婚 之後2017年 她和食品大亨朱志豪再婚 還生了一個兒子 可惜最終都是離婚收場 當年外界對於洛基爾和黎明離婚 原因有很多揣測 例如不小心小產激怒黎明 床照曝光和第三者介入等等 其後洛基爾都出面否認全民 至於第二段婚姻結束之後 洛基爾受訪的時候解釋就說 和朱志豪是因為時間問題分開 現在已經走出了傷痛 還學識了感恩 89歲的配音界電堂級人物丁宇叔 日前和小音音一起衍生TVB Plus的節目 直播零接觸 在節目結束之後 梁思浩就在社交平台上 貼出和殿堂級香港鬼王鄧光華 丁宇叔和邵欣欣等人的合照 相片裡就可以見到 丁宇叔輕輕地搭著一個中年女士的肩膀 原來這位是已故TVB化妝大師陳文輝的遺箱 據知丁宇叔和他在2020年開始這段黃昏戀 早年丁宇叔和邵氏化妝師歐陽淑結婚十幾年 他們生了四個子女 可惜太太在2015年就在睡夢中心臟病離世 幸好當時有朋友的陪伴 丁宇叔走出了喪妻的陰霾 還想不到遇上了被他年輕21年的陳文輝為傷 丁宇叔對於這段戀情直徑不諱 還說一起得很開心 說他們兩個拍拖是光明正大 希望可以互相有個照應 二年61歲的張兆輝 越老越有魅力 近年轉戰內地發展的他 事業發展得有聲有色 日前他就趕車北上 駕駛駛保馬開逢跑車去到珠海 非常之有型 現時他一家人住在博富林地標豪宅貝沙灣 而其一個過千呎的高層單位 這個單位是他在2010年 斥資2236萬連車位賣入的 現時已經升值翻倍有多 又指張兆輝由2005年開始投資物業 在香港、北京和英國等地方都由樓握手 可以說是圈中的隱形億萬富豪 彭冰冰因為2018年捲入稅務風波 被內地娛樂圈風殺到現在 不過他依然都是這麼富貴 將重心轉去海外發展 早前我們就收到消息說 他已經正式進駐 不少達官貴人的自愛半山豪宅 定居在香港 最近他更加曝光他過億半山豪宅的景觀 據告臨下 看到180度維港美景 非常之震撼 豪宅內的裝修以簡潔為主 而他的浴室就同樣都是這麼奢華 而在櫃裏面就可以見到 范冰冰有不少全香港人 最受歡迎的烏龍茶傳貨 看來已經融入了香港了 香港瑜伽女神林千語 就算升叻做了媽媽之後 都沒有試過走樣 不過一向皮膚都很好的她 去年就曾經經歷突然爛臉 更加慘被兒子叫她暗瘡怪 搞到她心情跌到谷底 她最近就曬出爛臉的照片 說當時連廣告拍攝都推了很多 完全不想拍照 而對於爛臉的原因她就說 上年看完中醫想生兒子 搞到整個額頭都是暗瘡 幸好她之後對症下藥 停了中藥和改變了生活習慣之後 終於回復個漂亮樣了 已故島王何鴻生四房大女何超盈 自從結婚生女後就甚少公開露面 原來她在積極進修 早前宣布博士畢業的好消息 她曬出著上博士畢業袍的照片 和爸爸何鴻生當年披著畢業袍的照片 兩婦女都被封為何博士 相當厲害 而何超盈更即將迎離結婚五周年的大日子 日前她高調向哈佛學伯老公申其龍示愛 她分享多張近照 並多謝一直以來在她身邊支持的人 不過減肥成功的何超盈面仍極受傷 不單止下巴沾沾沾 而且五官心碎 不少網民都敢嘆話 好受啊 57歲的任燕齊 近日在熱爆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裏 演技出色正站 或網民大讚之外 大家都忘記了 其實她是個唱得之人 近日她舉辦巡迴演唱會 大修旺場 而一段她在後台的影片曝光 見一身火紅戰衣的她 正存在吸氧氣 網民大讚任現齊專業 值得後輩歌手學習 都有網民說她吸氧氣才可以上台 蓋炭搵食艱難 做明星不容易 何廣佩和何依庭 將會在新劇金色森林裡 飾演夫妻 而劇情好像和大仔 和老豆分身家有關 今次這個金色森林裡 我就是飾演安仔 三個兒子之中的大仔 方學禮 而我身邊這一位 就是我的艷內座 我的老婆 我是今次可以做大少奶 因為你是大少 所以我就是大少奶 這次呢 因為我們這個角色 主要是和老豆對著幹 因為老豆把身家 分給外人而不給我們 所以我們作為兒子 女兒 團結和爸爸 對補公堂 他們透露年尾 還有新聞女王二開拍 但就未知有沒有份繼續參演 還贊著對MEN姐表忠 中心的下屬只有我這個Ivan 由頭到尾 對MEN姐最好的是我不是你 你也有背叛過她的 但是你是床保媽 你只是負責亂床 我可以做多少事情 OK 你贏 想不想原本之前說 練好身體的激情 其實身材一直都保持著 希望到年尾的時候再 不知道劇本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我都準備好了 吸了什麼 我有看出街有嗎 即是不敢激是不是 不是 以我的印象 原本劇本是比出街 激情程度是比較多 對 出街有老師學校要少少 我們可以在新聞女王二再來 可以再看一次 你和MEN姐更激 嗯 等街上安排 哈哈哈 一會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